今天上次講完了 應該你們都有點有 概念有點學會 那有一天同學試一下再問我說 這個摩塌力啦 什麼東西 這個加速度啦 沒關係 那實際上我們上次上課的後面都講過了 所以你要記得講完當天最好就先復習一下 你腦袋比較新鮮 比較清楚 會記得 如果你沒有當場就復習的話 就忘記了 好不好 來 我們講一下第一題 學一下第一題 來 冠你 看一下這第一題要做什麼 動物體受力的作用 除了加速或減速 那問題是什麼 他說除了加速或減速 就是一個物體受的作用 就是如果它有加速或減速 還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 關於受力產生出來的 受力之後的結果有什麼不同的可能性對不對 對 靜止算減速啊 如果它從運動中變靜它算減速啊 它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啊 一個運動中的物體 那個 學如果你要用電腦的話 我會蠻驚訝你是轉過來的 你背對著我 背對著我 對 學會蠻驚訝是這樣子的 會這樣 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 這是第一題 比如說會有新的回答 你走到這邊的時候就轉過來 這是第一題 這是引力的關係 對 引力的關係 好 那個 學宇 你坐到這邊來 我來 不過你可以接到螢幕 可以背對著你 哦 最後已經被透露出來 因為這個時間 我看不見它的細節 但是我希望說 大家可以專心做一些事情 因為老實說 有時候我們是故意要去監督各位在做什麼 但是假設過去的經驗讓我覺得 譬如你花了三個小時在電腦前面說要寫個學習紀錄 或做個什麼學習內容 可是三個小時之後只看到一句話 我會覺得說 這一過程會覺得蠻浪費 不知道是浪費你的時間 還是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說 能夠在摸這種情況之下 是可以知道你在做什麼 好 我來 你剛剛 志宇做一個示範 志宇你再做一次 就流星 流星怎麼樣 流星怎麼樣 流星毀了 流星毀了 反話強勁 不要一個詞一個詞 那就流星了 那就毀他了 請問這句話 跟剛剛 剛剛問你問的問題 一個運動中的物體 受到力的作用之後 他除了加速或減速之外 我們別的可能性 要流星啊 那就 有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引力的關係 讓他轉彎 讓他轉彎 還是沒有解釋到 欸 講到關鍵詞了 講到關鍵詞了 我們呢 一個物體 對 一個物體 運動中的物體 我如果受了力 什麼樣的力 會讓他加速減速 什麼方向的力 會讓他加速減速 嗯 我知道了 有個東西 像千里 等一下 停 這樣子 我陸續聽了七八個答案 但是我不知道 不同方向 同時間 不同的答案 我沒有辦法 catch到 好 那我們把話清楚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補助 因為幾個東西 有時候你不講清楚 比如說 同方向 就是 那個方向 就是 不清楚 我們換個物體 一個物體 往這邊運動 所以那個速度 V 它受哪個方向的力 會讓他加速 V方向 V方向的速度 會讓他加速 F1 所以F1是加速 好 哪個方向 D會讓他減速 好 這方向D會讓他減速 這是F2 用F2用 用顏色 F2減速 V方向 先看這邊 不要緊 F2 減速 V方向 V方向 D會讓他減速 是可以让他转弯的喔 变相 可以让他重新整理 什么叫重新整理 什么意思 什么是重新整理 F5啊 就叫refresh 什么东东啊 你们真是有梗 F3或F4会让他转弯 这是向上或向下的力 跟你的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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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名词 很简单的一个名词 就讲清楚了 反作用力喔 不是啦 你应该讲几何的角度 地心力 几何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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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呢 叫做平行方向 脊脚 有个垂直方向的力 可以让他转弯 有个垂直方向的力 可以让他转弯 这样心里话 垂直方向的力 一个跟运动方向垂直的力 可以让他转弯 可以让他转弯 这样可以接受吗 陈佑你上来一下 拜托你 请你从这边走过去 我等他 你看他就转弯了 谢谢你的合作 谢谢你的合作 他走过去的瞬间到这边 我给他一个垂直方向的力 他是不是只要转弯了 所以应该看那个吧 应该就变相 自己的举手 我点了他 不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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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怪的力 F5出现了 Fresh Refresh 你应该要旋转 F5的力会造成什么效果 会旋转 就这样子啊 板头又力了 什么效果跟板头力 造成什么效果 他会 垂直于 平面的力 会造成他前进 或者是 改变他 周围360度的 改变 就是他方向的改变 那如果你说低于或高于90度 就是他角度 那他会 往上或往下 可是我们现在讲是2D 2D 2D 都在平面上啊 改变他 还是往上或往下 往上是这边吗 不是啊 是往上的啊 所以往上跟往下的效应 还有效果 没有了吗 往右或往下 我要说一下 对 你说 他在往 F2跟F3 这样子 就是F5的方向 往F5的方向移动 来我们再做一个试炼 来陈勇要戒一下 请你同一样走过去 schi 然后 你有什么感觉 我 谢谢我飞走 好啦 简单来讲 可以让它想 我们把这个力 分解成两个力 第一个力实是这个方向 他沒有往F5的方向移動 這個力呢 平行方向的力會造成什麼 會反彈 對這個速度來講有什麼效果 加速 非常好 向上力會加速 向上力不會加速啊 會改變角度 不會讓他轉彎 是一樣嗎 是一樣沒有錯 但是是讓他轉彎 改變方向沒有錯 所以所有的力 作用在物體身上 只有兩個情形 一個是加縮頸柱 第一個就是改變方向 所以當一個運動物體 我想讓他變成圓形的運動 我怎麼辦 給他一個隨時的力 給他一個什麼樣隨時的力 跟誰吹直 跟他走的方向 跟他運動方向隨時的力 而且這樣給我 你看我往這邊走 可是馬上有力推我 我是往這邊 就開始往這邊移動 我運動方向就改變了 我開始往這邊移動了 就是說馬上又給他一個隨時方向力 他往這邊移動了 再給他一個隨時方向力 他往這邊移動 他的運動數據在改變 再給他一個隨時方向力 沒有隨時方向力 是永遠跟著運動方向隨時 所以當他達到一個力平衡的時候 就不會有力平衡 一直受力 不是力平衡 一直在交力 他一直受力 我一直在改變他的方向力 在形成什麼運動 有快進行嗎 他要做什麼運動 旋轉 他在做圓形邊做運動 他在做圓形邊做運動 動錯 這個圓動運動 他一直受的力是哪個方向 朝向哪個方向 F1 什麼叫反方向 跟誰反方向 F1 我們講說要讓他轉彎 要讓他轉彎的力 是要吹是哪個方向 人形 吹是什麼 吹是 吹是往右的往右 哪邊是往右的方向 F1 可是我現在已經改變了 我現在是一個圓周運動 對 那就改變了 垂直運動的方向 垂直運動的方向 你有沒有上來畫一下 你不是畫的 我不知道你講垂直運動方向 我現在一個圓周運動 垂直運動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正方向 至於你講 你上來畫一下 我這樣怎麼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這個不是有想 那個 然後 這個 哪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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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圓周運動 這是一個圓周運動 它是為什麼會產生一個圓周運動 所以一定有一個 垂直垂直於力的方向 垂直運動的力 垂直運動方向的力在哪裡 往哪邊 往三重 好 現在 他用的力是往這邊 對嗎 就一直跟著他走 所以 他要改變他的角度 所以 他會有一個力 他會有一個力 往這邊 他如果往這邊 他會舉到 他原本力和 他改變的方向 就是他原本的方向 改變後的方向的 中間的某一個位置 然後他就會從那邊前進 然後他又再去改變 好 OK 請回去 我們要跳第二題 第二題要問什麼 鎮宇說一下 第二題要問什麼 第二題要問什麼 你是不是要我講 講 你對題目的理解 理解 對 你可以把題目列到理解一下 這題目在告訴你什麼 在問你什麼 第二題 怎麼解釋這個圓周運動 對 環繞圓周運動 環繞圓周運動 他為什麼會呈現一個圓周運動 大哥拿著一個繩子 綁著一個球 開始繞圈圈 為什麼這個球會繞圈圈 因為向心力 向心力在哪裡 離心力 你不要隨便用一個名詞 來解釋名詞 我們都放了一個錯誤 聽我把我講 我們都放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們習慣用一個名詞 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名詞 來解釋一個名詞 第一題目在哪裡 就是 反方向 反方向在哪裡 指不出來 你要告訴我在哪裡 這個 他收了一個向心力 非常好 向心力是什麼 向心力就是 他向的 向的什麼心 向的遠心 那遠心在哪裡 遠心在中間 中間手床的位置對不對 向心力是誰給他的 神子給他的 對 對不對 這個球 綁著一個繩子 手在這裡 好 手抓著這個繩子的點 讓他呈現圓周運動 什麼圓周運動 是這個方向的運動 好 在這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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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這一瞬間 這一瞬間 請看球的運動方向往哪邊 運動方向 往右 運動方向往右 運動方向往這邊 是在繩子上 對不對 向的遠心的力 會讓他轉彎 對 垂直向心力嗎 蛤 垂直向心力 什麼叫垂直向心力 有關係 就是那個 運動的方向 垂直運動方向的力 在這邊形成圓周運動 那這個力我們就叫向心力 因為它向的遠心 聽 不要理會 現在在上課 不要理會 外面的經過的人 修宇我是要 要 你先幫我放個晾乾 放在後面那邊晾乾 好 這個運動方向 對 它有一個垂直運動方向的力 使它形成角度改變 你用下一瞬間到這邊來 好 下一瞬間到這邊的時候 學運動方向在哪裡 運動方向在哪裡 來 請畫出來 字語 沒有 沒有 用方向就是 正宇 哪一條 橘色 橘色 橘色那一條 我不懂耶 你是說 運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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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白色的球 現在從黃色位置移動到 白色的位置 請問在白色位置 它運動方向的光那邊 運動方向是什麼 欸 白色位置耶 白色球 白色球 一樣畫的是橘色球 不能差不多 不能差不多 就沒有這一段 怎麼差不多 沒有啊 所以我現在秒第二次 OK 這是運動方向 請教課的力在哪裡 力在線上面 力喔 他瘦的力在哪裡 力 他瘦的力 他瘦什麼力 你拿瘦的一個像是力 OK 好 謝謝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有 繩子在拉著他 你能收力一樣 碰到才會收力嘛 這時候他在運動的時候 誰碰到他 只有那條繩子碰到他 對不對 那繩子拉著他 所以那條繩子向下拉 向圓心拉著一個力 所以持續有一個 向圓心的力 讓他 而且那力一定在運動方向垂直 所以能夠行為這種狀況 只有向圓心 我們是不是講過 在幾個學過沒有 圓周上的任何一點的切線 一定跟半徑成什麼 垂直 學過沒有 這幾何吧 是不是幾何 是不是幾何 都快哭了 都不會講話 是 這個 圓周上的任何一點 他的運動方向一定是成切線 他瘦的力一定朝向圓心 這是幾何 是不是 好這就要向圓心力 按清楚嗎 所以現在有人可以解釋第二題嗎 解釋一下 用力的觀點 解釋一下這顆球 會有呈現肚子的運動 假如說 假如說 如果是往往向的話 球就往往前 我沒有反到這樣 現在我沒有叫你解釋 直接說 我現在拿一個球 呈現圓中運動 在跑出去 沒有跑出去 我現在第二題 解釋一下 用力的觀點 你不得讓我聽完 請休憩講 對 我現在在旋轉這顆球 好 我現在旋轉這顆球 解釋一下 力的觀點 解釋一下 這個球的運動 防止為什麼是這樣的運動 球 然後選擇答案是 離什麼力 向心力 這個離心力沒關係 為什麼有離心力 沒有 沒有離心力 只有相信力 這是一條繩子 拉著一個球 呈現一個圓中運動 解釋一下 用力的觀點 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呈現一個圓中運動 因為 大哥甩動繩子 對 所以 力在哪裡 力在 主要力在 大哥甩動繩子的 有別的經驗 他在 甩 甚至 他的力道 假動比較不管大哥的手 只看那顆球 那顆球為什麼呈現一個圓中運動 那顆球為什麼呈現一個圓中運動 哪一架現在是 不然怎樣回答 因為 因為球綁在深圳上 深圳上的 深圳上的 遠心的向心力 給他一個圓中運動 所以那個向心力 持續改變 改變那個球的方向 一直持續在改變他的方向 所以那個方向 而且就會倒進一個圓中 就要倒進一個圓中運動 OK 好 第三題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不是解釋 就是解向心力 不行 解釋就是剛剛 像他把它解釋清楚 解釋為什麼 繩子 誰是向心力啊 向心力在哪裡 不會告訴我向心力啊 繩子 繩子產生向心力 繩子裡面有向心力 造成 繩子的力 造成球的運動方向改變 當這個力持續產生的時候 這繩子的力就變成一個向心力 使得球持續運動運動 做了做了 做了 做了 我講完 繩子產生了向心力 然後 繩子用力使球持續改變方向 對 持續改變方向 這很重要 持續讓球改變方向 不要持續改變方向 而且那個傷害 因為 那個方向就是垂直運動方向 所以持續改變運動方向 之後呢 就行那個圓中運動 那個力就是我們的向心力 就是 來的 趕快 寫 你 有問題 好了 第三題 C0 老師 第三題我是不要用畫圖的 我覺得那是冠 D先生,你有沒有說什麼意思? 我說不定 我不講,志云,你說 就是槽子會放開前方的放下 什麼叫放開前方的放下? 就是我甩子,放開後就飛出去 就是我放開前方的位置 就是要這樣,然後放開後就飛出去 所以那個點,你幫我去說明一下 好,問題 可能是當球體在層面上面,失去向著飛出去 對,沒有錯,這樣講非常好 可是飛出去的方向是哪裡? 不一定,因為有的時候你甩 如果是往這邊甩,他就會往後 對,你幫我用幾個角度來具體說明 他是哪個點? 會呈現什麼樣的方式? 如果,要說 這邊有沒有圖? OK,在某個點上,身體突然鬆開了 好,你可以夾住 夾住在這個點上好了 這個點上,突然鬆開了 他要怎麼揹? 假如說他在繞這個圈子 四個圈子 這樣繞 他站著繞,就是在這個點上 突然鬆開了 他就會往... 應該是在這邊喔 球就在這裡喔 要往裡面揹? 看人家怎麼揹啊 在這邊繩子斷掉,往繩子掌充開了 好,那... 球體可能會在這個方向往這邊飛 這個方向,我們特定的方向 怎麼解釋這個方向? 等一下 好 你就... 因為繩子斷掉了 譬如說 他是被... 他呢 他呢 他在這裡 失去相信力 那他就會... 他就會... 往... 在... 失去力道的那個點 往... 往... 大概... 在這個角度的方向 OK 為什麼是... 有沒有一個確定的角度 為什麼不是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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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定要是這個方向 為什麼 因為... 你們在聽嗎? 有 OK 可能是... 繩子在這裡 會捲曲 或是怎樣 所以我導致他會... OK 這個問題 他的角度啊 到底是幾度 嗯... 可能就是... 騙... 呃... 70的方向 好,謝謝 沒關係 來 他有沒有別的答案 我不知道他的角度多少 可是我會知道 當你突然放開的時候 他會朝... 他的... 向心力的那個... 位置 他... 他會... 他會繼續... 朝... 嗯... 我還是不會講 向心力是往原心的地方 對,向心力是往原心的地方 好,假如... 我在這邊放開了 轉到這邊放開了 什麼意思 他從這邊轉到這邊 對,轉到這邊 那我們剛剛講嘛 他會有個向心力 所以他會朝這個位置移動對不對 對 那...他因為... 你放開也就是這條繩子可以當作沒有了 可是他還是會朝這個位置移動 所以他會... 從這肥出去 對,那條... 那個方向有什麼特定方向 所以是... 就是... 就是... 嗯... 所以是... OK 對 陳佑已經把答案講出來 就是... 就是... 我剛剛是講說 假如... 你要算... 欸... 他是... 有繩子的 可是實際上... 因為你流出去了嘛 繩子是... 對 他那個上那還是會朝著... 那個叫什麼 從那個... 從那個... 那個... 運動嗎 嗯... 嗯... 我不知道怎麼講 OK 來,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90度 就是90度 用幾何的觀點叫做切線方向 嗯... 用幾何觀點叫切線方向 為什麼這樣子呢 我們來回到流動低運動定律 流動低運動定律 流動低運動定律說了什麼 說什麼 喔... 關心 關心是什麼意思呢 關心就是... 他會維持一樣的運動狀態 就是... 當合力為領的時候 當所受合力為領的時候 他會維持越南的運動狀態 對 對不對 好了 這個球運動到這邊的時候 突然間身斷掉了 請問他手受合力為多少 0 0 他的運動狀態是什麼 嗯... 他的運動狀態 是不是就是在切線方向運動 是在切線方向運動 沒有別的方向 就是切線方向運動 所以這一瞬間呢 他會持續沿著切線方向往前移動 沒有慣性運動 沒有別的方向 沒有別的方向改變 所以他持續成切線運動 OK 好 第一次提 怎麼樣 有問題嗎 這裡 人家要寫 球往垂直的方向飛行 所以要用力的觀點啊 為什麼 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要 要慣性運動定律的理由來解釋 他為什麼會成切線運動 是嗎 因為他飛出去的時候 他的運動 所受合力 所受合力 合力 所以他會呈現 90度 慣性運動 不是呈現90度 90度是 這個時候他本來就跟 他原作運動成切線 會跟受力方向成90度 你這樣不是只能解釋 那剎那 就是耐剎那 他是耐剎那斷掉的 所以前面 他第一個問號要寫說 成慣性運動 會如何運動 會成切線方向運動 切線方向 是因為他的慣性運動 所受合力 就突然變為0 對 突然變為0 是因為他突然變為0 才呈現慣性運動 他突然合力為0 他所受合力為0 所以就成了慣性運動 然後就以是這樣子 以原先的運動方向去運動 對 以切線而方向 那原來的運動方向就是切線 每個點都切線啊 對 所以他沿著切線去運動 對 好 第四題 鄭宇剛剛沒講過了一題 來 志杰 志杰啊 講完之後先想一下答案 可以講到自己講答案 第三題 第三題 還沒有 先讓他卡住你 講一下為什麼 跟這個差不多吧 那就說 跟這個差不多 因為 月球 往前走到這個地球的 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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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薩納 月亮 本來想要往這邊運動 但是地球 像那條繩子一樣 拉著它 而且是垂在運動的方向 所以改變在運動方向 地球是向心力 對 地球給它的引力是向心力 是月球繞地球的向心力 所以讓月球 持續的不斷改變方向 因為 它持續的不斷受一個重力的影響 但是我想問一下 那太陽不是有引力嗎 在太陽 它不是也會拉到月球嗎 也會拉到月球 對 那也就是說 它繞了一圈角的時候 遇到太陽 所以說 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月亮是白色的 不是 引力跟光沒有關係 它 我們會看到月亮 那種以後再解釋 但是 月亮沒有錯 它會同時間受 地球跟太陽的影響 但是因為它 離地球比較近 所以看起來 它這個會不會太陽 會不會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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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問題已經跳過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在觀察 九大行星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這地球 又不理我了 在太陽 我們看了很多行星 我們發現 這邊有個星球在跑 有個星球在跑 可是很特別 它繞到摩點的時候 它會再往外偏一下 為什麼往外偏 這邊 這邊附近有星球 這邊有星球 這邊有星球 可是星球太小 小到我們看不見 那時候 我們往外偏看不見 可是科學家 就推測說 它跑一下 一定是外面有個東西吸引 所以它改變 所以本來它現在是原動運動的 可是當外撒那 它受了這個行星的影響 它就往外偏 為什麼往外偏 因為它往外偏 受了一個力 這力就改變它運動方向 所以往外偏了一下 所以月亮也會的 月亮比較快 太陽的時候 它可能是要往太陽方 偏一點點 因為太陽可能還給引力 但是引力相較 地球來講太小了 所以我們就幾乎 可以忽略的計 好不好 修律 還有地球自轉的力 也會給月球的力量 讓它去 地球自轉的力 給月球讓月亮 讓我們顛倒 是月球 月球到了太陽 到了地球攻轉 會改變地球自轉速度 不是因為地球自轉 改變月亮的速度 所以第三題 到底為什麼 球A 因為球A會突然 我們現在運動到這邊 突然間神轉掉了 對那樣之後 這個球 受到什麼力 就沒有力 沒有力 沒有力的 沒有力的情況之下 他曾經什麼運動 冠心運動 這時候他本來就連成 這個切心方向在運動 他是不是就持續往前跑 沒有別的力 所以文高寫說 因為球沒有受到 因為神子突然放開了 第一個文高寫說 成切心方向運動 對 切心方向運動 然後因為球 連接球的線斷掉之後 球沒有受其他力的影響 所以球會成關心運動 沒有錯 這球會持續成關心運動 關心運動就是 原來的切心方向在持續運動 好 還有別的問題 第四題 還沒解釋完 解釋完了 就是 對 相較於第二題 相較於第二題 第二題的向心力是來自於神子 第二題 球會呈現圓中運動是來自於神子的拉力 可是在第四題 月亮會呈現繞地球跑的原因是因為 也是有那個神 神的繩子是外的運動的 沒有錯 非常好 可是 你那個問的有點深奧 我覺得 我問的有點深奧 有一個東西 你說看 你說為什麼會不斷繞地球運動 你現在找我雨病嗎 不是不是 只是 因為我們今天有做那個太空 太空實驗計畫 所以我知道那個 它為什麼會移動 為什麼 因為它在那個月球 那麼 bulan 超蠻力的 他在那裡 你都看不到 你跳得自轉嗎 他會自轉 你說是運動嗎 我說 因為我們繞著地球運動 所以這樣只有萬一 你力而已 繞著地球做公轉 繞著地球做公轉 然後 第五題 自瑜 清理 先解釋一下 立的觀點解釋 蘋果成長的時候 講一講說是吧 我現在還有別題啊 等一下 不是叫我說嗎 我現在叫你說 因為剛剛灌你說想說 我剛剛講說 你剛剛說過 我現在換字語說 但字語就算來別題 向心力大於離心力 向心力大於離心力 這邊哪來離心力 誰是離心力 向心力大於冠心運動 向心力大於冠心運動 蘋果成熟 向心力大於冠心運動 向心力大於冠心運動 我寫下原因是因為我怕 我們在講會不清楚 一般來講比較大的說 字語的體重比程庇的身高長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有啊 長 何時就長度啊 但我這樣講 這樣會是一樣重的當彎 體重庇升高會比照嗎 這樣你會看出這些問題嗎 這樣我可以看不出來 像心力是地馬 慣心運動是一個運動方式 这没办法比较,这没有什么大于大于的问题 好,你说 是因为苹果的重量没办法与树上的树枝达成平衡 苹果的重量没办法与树枝的? 重量达成平衡 树枝的重量,再想清楚 树枝的什么? 树枝的什么? 树枝的... 连接的强度 非常好,连接强度可以吧 树枝连接苹果的强度 因为它成熟了,慢慢的强度降低 所以它掉下来 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用苹果掉下来 那我要用力的观点来解释 是苹果受了什么力? 低性能力 他受了低性能力 然后树枝给它是支撑力 是支撑力 好,树枝你要说什么? 连接短线 威胁注意 啊 割到了 陈云你这样拉割到什么? sorry 好久没有被指 被指割到了 割到很重 因为指很薄 枝枝枝枝枝很简单 枝很薄 要帮助别人 要问看别人去不要帮忙 你是否需要帮忙? 谢谢 我很感谢你的帮忙 好,下次就记得 要帮助别人 要问看别人去不要帮忙 所以有人躺在地上很舒服 欸,你天啊,我把它拉起来 好,那我再把它放开就好了 就撞到了 那她是需要帮忙 对,请问她 请问你需要帮忙嗎? 后面跟你讲说 不用,我现在躺在那边 看清清很漂亮很舒服 不能算 好 或者你看到一个女生躺在地上 欸,你需要帮忙嗎? 够了,够了 够了,我们来上 够了,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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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够了 没有经验,你知道嗎? 没有经验 啊,没有经验吗? 新闻常看 有些女生喝到烂醉 躺在地上啊 人家就假装帮忙 欸,你需要帮忙啊 就把她带回去 什么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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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夾会以为 他乱去那个 烂醉的时候 你想要 我以为是 要乱去那个厌食厂 那种奸食 沒有沒有 對 新聞上你們要有期待嗎 這個尤其是女生 檢視是什麼 檢視就是有些女生 在夜夜喝到爛醉如泥 她除了夜夜到 拜託今天這樣就躺著一上睡著了 然後就躺著一上睡著 被修衣搬回家 到目前為止我自己聽到 自語有這個經驗 沒有 我就看到修衣的經驗 你還好嗎 結果我幫忙 就把牌當計程車 然後開回家 然後呢 那就是 接下來就是國防部了 城下陳六 城下陳六 沒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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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的人都不知道 這影在幹什麼 都沒在看新聞看那個什麼 對 這個大明星 字節是什麼 好啦 結果就是城下陳六 人間不忘了 那是發生的事 你亂講話 我們不看人家 我們不看別的報紙 我們不看人家 我們不看別的報紙 剛剛那個 灌瓶解釋的第一個解釋方法 那這方法是對的 萬有引力吸引著蘋果 當這個吸引力越來越強 吸引力不會越來越強 誰越來越強 可能是支撐力越來越弱 有可能是蘋果越來越大 長大了嘛 成熟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萬有引力變越來越強 好 我覺得我要把重量改一下 要改成一遍 OK 強到那個支撐力 沒辦法支撐的時候 蘋果就掉下來 OK 好了 所以牛頓呢 有個故事這樣說的啦 牛頓當初就是因為發現 發現 軒尾都要幹什麼 軒尾在幹嘛 不要浪費時間嘛 我在想 OK 在想 好 那個牛頓就是發現 突然間有人坐在蘋果樹下 看著月亮運動 月亮 突然間蘋果掉下來打到他頭上 這樣 這樣 這樣子 你們就想說 這不可能的啊 為什麼 搞不好不可能 因為你在看著月亮 你現在已經會不會蘋果找到 那你應該就看著蘋果吧 樹在這邊 我看著月亮 然後蘋果掉下來找到頭 不可以嗎 OK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偶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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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會在空中 高著地球運動 在空中運動 在空中運動 為什麼 為什麼 月亮在空中運動 當然是啊 運動 運動 運動一定要這樣 還叫運動 就是 什麼叫物理量 物理量 好 等一下解釋什麼物理量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沒事我知道 好 再打算就 鳳姐 好 你們會想說為什麼 月亮不會掉下來 蘋果掉下來 因為月亮是運動 同樣都是 地球給它一個吸引力 那時候你們會想說 地球給一個東西吸引力 可是月亮為什麼 不會掉下來 可是蘋果掉下來 對啊 為什麼 然後他想不到就是自殺 還好他想到了 因為 蘋果掉下來 因為 蘋果掉下來 自殺也是啊 你看 你動了一個繩子之後 你把他放在你的頭上 然後 再來 有地氣力把你拉下來 這樣自殺也是啊 可是 牛都沒有想到自殺 因為他想轟啊 因為 月亮的速度 剛好他所需要的向心力 剛好平衡了 他的引力剛好跟他的向心力平衡 所以他就會持續的繞著地球轉 他不會掉下來 所以假設 我一個子彈 噓 要讓他變成 繞著地球轉 那我擴散 我有什麼方法 假倒宇宙 我會把子彈的速度 加到非常快 假到夠快的時候 他的向心力就會大到 剛好跟 重力平衡 可是手彈發出去 一發子彈 火力加彈簧的原因 我只舉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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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幫忙嗎 我幫他 如果有一天 他那個 月亮 再次轉 轉 出來的東西 他就毀了會掉下來 會掉下來 那為什麼這麼久 因為每次都會撞到他毀掉 而且撞到東西 很難啊 地球幾十一年來 也沒有什麼星球把地球撞爛的 爛透了 這個會撞到地球 地球會變爛透心的人量嗎 恐命絕 恐命絕 對嗎 對 對 那個 剛剛 陳玉遇在講 可能是講 第六題嗎 第六題 第六題 第六題的名詞 陳玉遇剛剛問了 什麼叫物理量 有沒有誰想要解釋一下物理量 變量 什麼叫變量 什麼叫物理量 質量 質量 質量是物理量 它有沒有什麼是物理量 重量 重量跟質量 重量事實上是一個重力的 你想 什麼叫物理量 要不要再解釋一下 什麼是物理量 什麼東西是物理量 物理學的名稱 是物理學的名稱 可以這樣講 你們再搶一下什麼叫物理量 物理量是因為 能量 能量 我們上次講物質 物質 物質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物體變化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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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有沒有給答案 我給答案 他所具有的質量 質量只是形容物理量 還有嗎 物體 用物理 用物理 變化的量 沒有變化 沒有 現在 學位老師和我 我們兩個都有 我拿 重量 來當作物理量 質量 來當作物理量 那 我看學位老師如果都維持這樣的位置 然後 維持這樣的距離 沒有 維持這樣的位置 然後呢 過一陣子 我一直這樣 然後假如他沒有變瘦 他沒有變輕 我也沒有變側 也沒有變輕 那 我們過很久很久很久以後 玩他會 捧在一起 阿伯哥 聽 不會捧在一起 會靠近 不會 你有摩擦力 我摩擦力 都不會移動 那假如我們都在空中 都在空中 都在空中就可能 對 但是物理量沒關係 裡面就是物理量 物理量 物理量是什麼 物理量質量是物理量 對啊 這個物理的 那假如你質量變重 聽我把話講完 好嗎 我要把這張紙撕破 我所需要的力 是個物理量 是 我要拿個 這個 電視機 我要把它凹陷 我需要力 是個物理量 這就是物理變化 我要產生物理變化 所需要的一個 力 可能是力 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物理量 一個物體的密度 是物理量 物理的東西是什麼 一個物體的顏色 基本上一個是物理量 所以改變物 不用改變啊 就是它具有的特性啊 它具有的東西啊 我們那個定義是在講什麼 物理量啦 物體具有物理的特性 物理的特性 它物理的特性可以說 它也可以說是物理的特性 物理的特性 物理的特性就是物理量 譬如說 譬如說 這個粉筆 現在的質量是 10克 10克就是它的物理量 這個粉筆 現在是 黃色的 其實它黃色不是一個量 不是一個數量 但是你可以說 它是物理的特性 對不對 這個粉筆 我把它折斷 所需要的力 是固定的吧 你知道是類似同樣的粉筆 同一個材質 它是固定的力吧 這是它物理量 互換的強度 懂嗎 每個物質它有一個基本的 就是它會有些限下特性 物理特性 物理特性跟化學生也很不一樣 什麼叫物理特性 物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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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不會改變 簡單來講 你說物理變化的特性 有像熔點那些 熔點也是 熔點也是物理量 這個粉筆的熔點是 1200度 跟它物理量 這個粉筆的廢點是3000度 它的物理量 懂嗎 物體 一個物質 一個物質的物理現象 一個物理特性 一個物理特性 OK 這樣清楚嗎 什麼叫物理量 清楚嗎 清楚了 好 這個系統 還有別的物理量 什麼意思呢 這個系統 用這裡 Coalition 這是剛剛的系統 神 großen 我跟神秀之間的距離 就是物理量 神秀的高度 就是物理量 神秀的高度 就是物理量 神秀跟靖遠之間的権立 是物理量 什麼 権利 権利 外遠力 énergie applications 我們回到第六題 第六題有誰要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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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題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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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講完就不會寫 沒有,那你會講第六題 第六題就是 自己的動作 加速減速 加速減速 不太像物理量 因為它會改變 它會受力的影響改變 它不算一個物理量 通常物理量只是固定量 你說 第六題的答案是質量 停 陳鈺 你要解釋第六題嗎? 曾鈺 曾鈺解釋答案 但是我現在想聽你解釋題目 對 解釋題目 對,你什麼叫解釋題目 就把題目看過一遍 解釋一下題目的為什麼 其實我為什麼今天會改變成這樣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 看題目看不太懂 可能是老師的表達能力比較差一點 那學生不就更不行了 不不不不 我表達能力差 所以通過解釋 解釋才能夠理解 陳鈺解釋一下這題目 我沒有說 兩個物體之間 它為什麼會吸引 然後這個吸引的能力 和它的物理量 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說為什麼會吸引 你覺得說有吸引 它一定會吸引 然後這個吸引力 你覺得外融引力 和它的物理量 和哪些物理量有關係 然後和哪些神證品 哪些神證品 OK,非常好 來,至於你說 等一下,正義你說什麼 如果 如果 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這樣子 大概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就有 假設你是在空中 宇宙中飄著的話 是的 你們會吸在一起 所以我看宇宙 然後拿到一個杯子 在很久很久 然後這樣子 然後如果很久 它就會吸過來 欸,你手不用這樣 它就會吸過來 好 來,臭死 OK 沒有,因為女生受一個 重力的影響 那只要有受到力 你有沒有說第二重力 你有沒有說第二重力 記得嗎 你有沒有說第二重力 你說F的MA 我就算這個吸引力再小 我只要有吸引力 只要有力 我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什麼 速度 加速度嗎 一定有加速度 不是速度,一定有加速度 有受力 一定有加速度 我只要有加速度 那速度就會改變 就算現在是靜止 我只要有加速度 我速度就會慢慢變快 我速度就會變快 對不對 所以過加速度 應該會移動 不清楚嗎 不清楚 不清楚 只要有受力 只要有受力 就會有加速度 只要有加速度 只要有加速度 速度就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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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改變變得有速度的時候 就會移動 對嗎 對嗎 可以吧 可以 好 我們下禮拜 第六題 第六題 志宇剛剛講答案 志宇說 質量 哪一個是質量 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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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為之後為什麼要阻力 不管他在哪裡 假如我們現在在教室裡面 我們兩個都站著 那是不是有摩擦力 什麼叫反比 某個東西越大 你就越小 阻力會是這樣的現象嗎 他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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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想看我們先指向教 停 我 假設陳佑現在目前的質量跟正義是一樣 哇 我們都知道未然已經成正義了 這個可以接受嗎 我的質量越大就越容易會有吸引 可以接受嗎 我知道了 距離 距離有關係 是讓他有距離的平方 距離的平方跟產品 距離的平方跟產品 怎麼解釋呢 我們把這個解釋完再下一個 我們再聽下一個 你是把他變成一個 那你講一個範圍 我問你們 聽完還是要 像看 像看 這是一個物體 這是另外一個物體 之前有吸引力 他們有個距離 假設吸引力就好像是一個 東西打到它 好 打到越多 吸引力越小 就這樣 我現在呢 就他的距離是這個樣子 對 我打到他的 是這個 這個面積好了 對 可以吧 是 我現在距離增加一倍 嗯 好 來來來來來 好 我增加一倍之後呢 假設我現在一樣是同樣這個大小 同樣這個大小 打到我身上這樣 變多還變少 變 我距離變遠了 變少 變少 少多少 變的圓來多少 距離增加一倍喔 圓來的一半 是一半嗎 我這樣放出來 還想十分之一吧 為什麼 當你距離變成一半 它的面積 這些裡面的量 會分配到四倍的面積耶 因為 邊長都變成兩倍嘛 面積是變成原來的四倍 聽得懂嗎 我這個 假設我現在 假設這些裡面的 吸引我的東西 是某種線 一種放熱線的線 我的線 因為我的距離增加一倍之後 這線打到身上 我的面積是固定的 我面積就是這麼小 我距離到一倍的距離之後 這一線分配是分配到四倍的面積上 對不對 你看喔 這是一個球 放到這個球 我的手 裝入了所有這些放回的線 可是我手就這麼大 我的手距離一倍之後 這一線打到手 它是增加的變少 變少 變少了嗎 少多少 原來的四分之一而已 原來的四分之一而已 蛤 你說怎樣 你看嘛 我手 所以就跟 距離一面是甚麼關係 跟距離的平方 因為它是跟面積 它是跟面積有關 你看喔 這張紙 但是 有沒有遮住 你是不好全部都遮住了 沒有 沒有 好 這樣有沒有全部遮住 沒有 這樣有沒有全部遮住 沒有 看得到修衛老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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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這樣看到我嗎 沒有 我改變的距離 是擋住你的視線 對不對 它離你越近的時候 它就擋越多嘛 離你越遠的時候 你擋越少 跟誰有關 不是跟距離而已喔 跟眼睛大 跟這個 跟你的距離有關嗎 你的眼睛大了 沒有改變 透視程度 你的眼睛沒有改變啊 你眼睛沒有改變 只要跟你的距離有關 它距離你越近 擋越多嘛 距離你越遠 擋越少嘛 對不對 假設我們兩個人之間 眼睛是來的眼睛 拉住我的視線 那我用這個把你擋住的話 你看我可以吸引到多少視線 我站得越遠 你看到我身上的視線 越過來就越少 越少啊 因為你擋身的視線 打到外面去啊 光黑板就比靴大 對不對 啊這跟什麼有關 距離啊 就是你看到的東西 對 要剝刀就不會弄 不要掃指頭來 你看啊 想要這個往前進喔 扛到這個尺寸 我再往前移進來一點 我不要再往前進 我是不是可以吸引到 我不會做到更多的四線 不過幾個四倍 以後提供換個形式 你會不會 隔壁 一定是這樣是哪 我不知道 這是跟距離 可以隨便 類似 類似 手把都大不找 沒有 這跟距離平靠 因為我們的距離越遠 是按左盤單面積 它就 因為它變長度增加兩倍嘛 這個線,我距離增加一倍,我所涵蓋的面積是五元檔的四倍 相對來講,我同樣的面積的密度,是不是只有四分之一 分配下去,所以它跟面積的平方,跟距離的平方成一般比 這樣有概念嗎? 有概念嗎? 有概念吧 有問題我們早前再聊 OK,先下課了 那時候第七題要寫 第七題還沒有 好險 但是你第六題會了,第七題應該會寫 我第六題,好啊